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 我們在這次的行程中 擔任韓國爆紅節目 黑白大廚評審的白種源 人氣水漲船高 旗下的連鎖餐飲品牌 The Born Korea 也準備公開發行股票 如果順利上市市值上看2.92億美元 有望為白種源賺近1.8億美元 他的YouTube頻道 也突破660萬人訂閱 黑白大廚的另一位評審 你一定也不陌生 是南韓三星餐廳 Mosu主廚兼創辦人安城仔 安城仔對自己的料理有著高標準 在節目中也是出了名的嚴格 其實他的成名之路很特別 13歲時跟隨家人搬到加州 之後加入美軍還曾經到伊拉克服役 1993年 我不會煮 我們只是從韓國的家庭 找到美國夢 後來他決定改當廚師 進入藍帶廚藝學院 2015年他開設Mosu鑄金山店 第一年就獲得米其林一行肯定 我希望回到我的國家 使用藍帶的材料 韓國的文化 藝術 隨著黑白大廚爆紅 也為韓國餐飲觀光 帶來新效益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